金山高中今年繁星计划传出好成绩 今年报名繁星计划的学生共有48位 其中47位已经透过繁星计划录取新中所属的大学 录取率高达98% 而其中还有10位是准国立大学生 怎么做到的一块去了解 日前大学繁星计划录取放榜 金山区的金山高中也传出佳机 今年报名繁星计划的学生共有48位 其中47位已经透过繁星计划录取心目中所属的大学 录取率高达98% 其中还有10位是准国立大学生 而校方也归功于在地就学的政策 让孩子就近学习 还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吸收多元智能 培养兴趣学才艺 这可以证明到说社区型高中 在繁星团圆这一块是有优势的 因为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 来自我们金山万里三知识门地区的孩子 那我们一直鼓励我们学生能够在地就学 希望透过社区高中这样优质化的教学跟课程的设计 让学生在这样的高中里面也可以上国立大学 那今年这10位同学上国立大学的有不乏轻大的 虽然说他可以上台大可是他选择了他心中最想要念的科系 我录取清华大学的资讯工程学系 对我是从这边国中部执政上了高中的 那你觉得在地就学对你来讲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我觉得好处是可以省钱还可以省通勤的时间 这些时间多多少少其实拿来读书 比起有时候在同情上这样读 这样子长距离的移动浪费的体力还要来的有用 四星大学所有多媒体设计学系 繁星的话就是它是要很长时间都要一直在读书 因为它不是你单单只是准备大考而已 你是要一直以来从高一开始 然后你就要一直努力到高二下学期 都是要像一个马拉松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他会比较有那个恒心跟毅力 学生分享指出繁星计划考试成绩重要 但平日的表现更重要 可以说是评估整个高中求学阶段的成绩 来进行落点的入学方式 如此一来只要专注于平时扎实的学习 长期下来就会有好的落点 还有学生也说 刻意远从竞争激烈的学区来到金山高中就读 就是为了繁星计划落点可以更好 但是结果证明落点虽不差 但竞争力并不输市区的高中 就是我以前的国中也有繁星计划 但是因为就是人数的关系 加上我怕在那边竞争力很强 所以我想说来到一个就是比较偏向的地方 看能不能争取到比较前面的怕数 但是原本以为这边的学生可能都不会读书之类的 对社区高中来说是更好的一个管道 因为他不用去挤那些窄门 他可以透过我刚刚说的繁星推荐 有大学繁星 有技职繁星推荐 选择这样的高中 他在繁星推荐上面就比较有优势 今天高中鼓励学生在低旧学 就近在住家附近求学免去相当多的通勤之间 拥有充足的睡眠 还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兴趣养成的活动 另外针对高中部也有入学优惠措施 与奖助学金的方案 就是要让求学与升学都能够更轻松无负担 记得要评看金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